风湿和泪风湿 风湿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帽子 就以前呢 我们把不知道所有的原因的各种疾病 关节肌肉的疼痛 皮肤的一些症状 我们都把它放在风湿病的范畴里 而泪风湿关节炎呢 特指这一个病 风湿性关节炎呢 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很少见的 它指的一种呢 和链球菌感染相关的一种 累积心脏关节皮肤 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组疾病 就这个病呢 是与链球菌感染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抗生素的普及呢 这种病呢 现在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而且风湿性关节炎 它最重要的突出的表现 就是心脏炎和关节炎 当然它会累积中枢神经系统 比方说五岛症 皮下节节 还心红斑等等这种表现 最后呢 长期会产生一种病 大家都大概更熟悉的 就是风湿性心脏病 会影响心脏半膜的功能 从而引起风湿性心脏病 心功能不全等等 现在这个病非常的少见 我大概是在三十多年前 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见过这么样一例 现在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抗生素的一个普及 很快呢 比较早期就对这种链球菌感染 就控制下来很少造成这种 严重的心脏炎和关节炎 我们现在临床上更为常见的是 肋风湿性关节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